確認出來這個暗黑網軍 是直接隸屬於民進黨中央黨部 遭國民黨質疑卡神網軍 迎武者南風整合行銷公司 與前生為情公關公司 遭到起底不同時期 竟拿下不少與民進黨有關的政府標案 從南風公司看起 據知者查詢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 2018年初成立 隨後短短數個月便分別標下 勞動部宣傳一例修標案23.7萬元 與台電的能源勝策 與空無宣導45萬元 接連兩個爭議標案 有如名副其實的政策宣傳工具 與前生的微情公司 由於當時是馬政府執政 則是在2015年拿下 林家隆政府時期的 交通局宣傳標案95萬元 與魏民谷政府的馬拉松宣傳 30萬元雙雙都是綠營執政縣市 時期來到被國民黨質疑 是民進黨網軍投資的 南風整合行銷公司地址 可以看到大門口根本沒有任何招牌 而按了按壓門口 門並不會開探 裡頭痛止燈光 這兩大操盤手 洪耀福先生 你跟湯文心的關係 跟楊慧如 葉報出來說明清楚 南有如此能耐拿下標案 國民黨指控與民進黨關聯 才是真正關鍵 南方公司董作 湯文心與楊慧如 疑似同IP外 遭時疑 該公司代表葉振興 與民進黨秘書長 洪耀福胞弟 洪耀男疑似為友人關係 且成立不久後 立即拿下 民進黨中央網軍標案 這裡其實是多功能的辦公室地點 根據櫃檯人員表示 其實他們鮮少來到這裡 通常只是前來受信 不過南方公司遭藍營爆料 成立前身的 微情公關公司代表人賴靖林 正是日前國民黨點名 隸屬新潮流的 十大肥貓之一 神奧董作 而當時南方公司代表人 葉振興也掛名董事 不過當記者人 就在南方公司辦公大樓 好巧不巧 竟然遇到與卡神一時公司 有關的關鍵人物 大樓一進到電梯 竟然巧遇到前官傳局長 簡宇燕也被招職 與卡神案涉有關聯 沒想到他進入之後 並未直接按樓層號碼 而是到了十樓才悄悄按下 就在一週前 國民黨才召開記者會 質疑前官傳局長 簡宇燕任內限制型標案 屢屢放給楊慧如旗下公司 如今人卻出現在 遭藍營指控的 網軍投資南風整合公司大樓 令人不幸好奇是 純屬巧合還是兩者有何關聯 接著請請請張宇軒 台北囉